2014年,邓小平之女邓荣在接受采访时,哭笑不得地对前一段时间的一个邓家人谣言进行了当面的辟谣 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家人不会拿外国的护照,我们家人也一定是中国人 邓公的一生堪称是传奇,在政坛上三起三落也不改抽新,让中国真正的富裕了起来 邓家人也是个个优秀,到底是谁被谣传拿了外国国籍呢 2017年的3月,在北京召开了春季桥牌大赛 有一个叫做邓卓蒂的人带队,在高级组中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 他桥牌打得好,完全是受到了爷爷的影响 而鲜少有人知道,低调的他竟然是一个红三代 爷爷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邓卓蒂是他唯一的孙子,而邓荣就是为这位侄子的国籍问题出面辟谣的 他之所以一度被传是美国国籍,跟他的出生地是美国有关 对于那些对美国绿卡趋之若物,同样媚外的人来说 只要在美国出生,就会毫不犹豫地办理美国国籍 成为美国人,会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但是对于跟正苗红的邓家人,却是避之不及的事情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就为您揭晓答 邓公35岁那一年遇到了哲林,找到了可以共度一生的伴侣 性格开朗的哲林,对于邓公来说是照亮苦难生活中的一道光 两个人共同孕育了五个子女,各个优秀 邓志芳是他们最小的儿子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他考入了北大学习物理 因为成绩优异,毕业之后前往了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去深造 学习生物物理学的妻子刘小元,也同他一起赴美求学 不仅拿下了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还在留学期间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邓卓蒂 他是邓小平四个孙辈当中唯一的男孩 退休之后的邓公很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 孩子们也会在他的身上爬来爬去,他也总是小呵呵的 他曾经表示,跟孩子们待在一起,觉得自己都年轻了 哲林也会特地准备一个旧的饼干盒 里边放上了巧克力,饼干那些小零食 孩子们来邓公办公室去玩,他就会拿糖果给孩子们去吃 邓卓蒂就是这样在爷爷身边长大的 爷孙两个人感情很深 那么他的国籍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讲 邓卓蒂虽然是出生在了美国 但是邓之方夫妇在孩子出生之后,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大使馆申请护照 为了不加入美国国籍,小卓蒂刚满月就被带回了中国办理户籍 所以那些对于邓公唯一孙子是美国公民的谣言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邓公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对于孩子们的教育一直都很重视 对于孙子辈,他要求到了16岁一定要出国去留学 这样可以开阔眼界,也可以培养独立的能力 邓哲蒂也因此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他从北大毕业之后选择了赴美留学 放弃了美国的高薪待遇,毅然回国 回国之后他一直低调 跑到了广西做基层工作 经常往田津地头去跑 后来还成为了县长 很少有人将这个质朴的小伙子跟伟人邓小平联系到一起 因为邓公晚年喜欢玩桥牌 邓卓蒂也没少看着爷爷去玩 对他的影响很深远 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比赛 对于他来说 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太小了 没有跟着爷爷一起打过桥牌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北京桥牌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的理事 不难看得出来 他的人生轨迹深受爷爷爷的影响 为邓公的优秀后人点一个赞 我是彤彤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在这期不见不散 我这期不见不散